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黃盛凱加入我們 那麼要聚焦的是 美國眾院外委會 禮拜二一口氣通過 八部的挺台抗中法案 那麼昨天再加碼三部 備受矚目的是呢 受權禁止TikTok 這會引來什麼樣的效應 基本上假設真的走到最後一關的話 那美國總統拜登 他就有權利要求全美國民眾 把手機上的TikTok軟體刪掉 不准再用 那按照現在數據來看呢 這個TikTok他可能就會 一口氣少掉 一億三千五百萬的活躍用戶 哇 這影響商業利益之大 這中國氣到跳腳吧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毛寧就批評了 美國作為世界大國 怎麼會這麼懼怕 這款年輕人喜歡的應用軟件 未免太不自信了吧 不過這一番話 被自家人反強 沒錯 如果說到 這個害怕社群軟體的 相關的效應 那中國自己才是怕到不行 因為他不斷在網路上 封殺相關的帳號 那很多中國網友就反聲說 這也太雙標了吧 今天從頭到尾條 我們就來關注 現在二十國集團 G20外長會議 正在印度召開 各國外交部長見面的第一句話 很有可能就是 你禁了嗎 你們國家把TikTok禁掉了嗎 這當然是在開玩笑 不過從這個月開始 我們陸續看到了 加拿大日本歐盟執委會 歐洲議會 相繼都寄出類似的舉措 他們因為資安疑慮的考量 還有國安問題 禁止公務人員使用抖音的 國際版TikTok 這也讓這個中國外交部很忙 他每天有新的國家要禁止TikTok 發言人就要出來反擊一波 那講的東西基本上也一模一樣 說這些國家在濫用國安的概念 歐盟聲稱是全球最開放的市場 近來卻不斷採取限制性的措施 以國家安全為名 無理打壓別國企業 這種做法有損國際社會 對歐盟營商環境的信心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 竟然如此懼怕一款 青年人喜歡的應用軟件 未免太不自信了 我們堅決反對美方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 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的錯誤做法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他每天都要出來這樣子反擊 但是有用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本來就祭出不分限制的美國 他現在又更進一步了 我們看到最新消息 美國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在稍早通過了表決 他要授權美國總統拜登 讓他有權力可以全面禁止TikTok 也就是美國所有的民眾 都要刪除掉手機上的TikTok程式 但是這個提案 他真的要走到最後一關 還要走蠻久的 因為首先我們看到 現在表決的只是 眾議院裡面的委員會 那之後還要經過 眾議院全體議會的表決 再到另外一個國會參議院 再來表決一次 那通通都通過之後 拜登才會有權力 簽署這一項法案 那從最新的投票結果來看 贊成的是24票 16票反對 看起來是64波 那預期之後的表決結果會怎麼樣 其實還很難說 不過現在美國的TikTok網紅 應該真的都蠻陡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TikTok是非常重要的身材工具 好觀眾朋友 你的想法是不是也跟他差不多 覺得自己也不是什麼重要官員 也不是在從事什麼重要產業 那手機上的資訊 應該也不重要吧 外國國家會有興趣嗎 但其實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好 基本上不管你從事核中產業 其實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機密 是不可以被外國國家知道的 那各國就認為說 TikTok它的母公司自己的跳動 很有可能就會把 用戶手機上的資料 回傳到中國 那背後當然就有很大的資安疑慮 那這風險這麼的高 為什麼還是有一堆人喜歡用呢 明明你有Snapchat可以用 你有Instagram可以用 為什麼偏偏就是TikTok 那從這裡的相關數據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首先我們來看到 如果我們提到每個月的活躍用戶 也就是他每個月一定會打開TikTok來看的話 最多的活躍用戶是臉書 大概在29億左右 那排在第二名是影音平台YouTube 它是在22億 那我們這裡談到TikTok 它的活躍用戶也已經正式突破了10億 也就是你把幽靈帳號扣掉 然後也把已經刪除的人扣掉 每個月都會有10億 全球八分之一的人口 他一定會打開他的手機上的TikTok 雖然這數字在這邊看起來 他不是冠軍 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地看 如果你的目標族群 想要鎖定的是年輕人的話 那你一定就得使用TikTok 因為我們來看TikTok的使用者年齡分佈 超過六成 包含是10到19歲 還有20到29歲 超過六成都是TikTok的使用者 那另外如果你要再進一步 再提到30到39歲好了 其實也有接近兩成的人 在使用TikTok 等於說TikTok它的使用者 是非常年輕的一群人 另外最重要的是 我們都知道TikTok它是一個 短影音平台 所謂的短影音呢 也就是你這個影片大概10秒就結束 很快就看完了 但是用戶它平均每天喔 都會花95分鐘在上面 也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用TikTok 你不製作影片 你單純就是看影片的話 每一則影片 我們平均算30秒好了 你一天會看到 190部的影片 那你就問自己 你會在YouTube或是Facebook 一天看到190部的影片嗎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數字 也就解釋了 為什麼這個TikTok風險這麼的大 但是有一堆人都戒不掉它 那這些社群媒體 除了拿來賣東西做生意交交朋友 當然 政治人物也會用來跟民眾搏感情 我們就要來看到2024年的總統大選 台灣跟美國一樣 都會在明年舉辦新的領導人 那我們看到國民黨 民調看起來最好的就是 新北市長侯友宜 大家就一直問他說 你到底要不要選啊 你到底要不要選 那他都說 我先把事情做好 一直沒有透露相關的參選消息 其實我們看到在美國也一樣 有一個政治人物看起來就跟侯友宜很像 基本上他就是美國版的侯友宜 他就是共和黨籍的佛州州長迪尚特 他現在在共和黨內的民調呢 不是在第一名 就是在第二名 我們來看到相關的數據 這裡是YouGov的最新民調 顯示在共和黨初選上呢 支持前總統川普的有43% 那支持我們剛剛提到的 美國版侯友宜 迪尚特的有31% 那其實在不同份的民調當中 也常常會有迪尚特超車川普的狀況發生 那如果你在進一步的去問美國民眾 假設今天是川普或是迪尚特 分別對上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來去選總統的話 你要投給誰 那你就會發現 川普跟迪尚特 兩個人對上拜登的表現 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可以小贏1%到2%左右 那不只迪尚特他的民調看起來 他的鬼還不錯 其實他近期的種種行為 看起來他就是要選了 包含你看到 他在3月1號已經出了自傳 那這不是一般只有候選人 才會做的事情嗎 另外呢 迪尚特他在這幾個月 他也連跑了好幾場在佛州 也就是他自己選區以外的活動 那你可以想像 這就很像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到南投去助選一樣 儼然就是黨內的號票母機 那外面也發現到了 這個迪尚特他的政治委員會 正在招募具有全國選戰經驗的工作人員 那這些行為看起來 其實迪尚特他就是要選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沒 外國媒體BBC 就以迪尚特為什麼不參選 他寫了一篇專欄 指出這迪尚特他不是不參選喔 是他還沒宣布參選 那原因其實不難想像 因為他才剛連任佛州州長 至少還需要半年的時間 給選民稍微醞釀一下 才不會有逃跑州長這樣的稱號 那順便就靠這半年 在佛州相關的政績 批評政府啊 然後在當地做好事情 好好的做事來累積好感度 那不知道這一位 美國版的侯友宜跟台灣的侯友宜 到底誰會比較早宣布 選戰的相關消息呢 這新聞也會持續帶給您 第一手消息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多留位 請多留位 謝謝